台东的东河乡3号的中午传出了溺水意外 四名国中生相约到海边细水 不料16岁的杜姓学生一度失踪 后来被巡获救起 但是已经没有声明迹象 目前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而详细意外发生的原因 则有待警方进一步的厘清 午一年假最后一天 全台天气晴朗炎热 细水消暑最享受不过了 但台东东河乡5间10分 却惊传溺水意外 16岁的杜姓男学生 搭车前往都篮与朋友相聚 一行四人在都篮关海平台 玩得正起进时 不料一阵突如其来的大浪 将杜姓同学卷走 同学的友人则被打上岸 赶紧通报救援 海巡人员获报前往时 男同学已经被现场民众 协助救援上岸 但人当场没了心跳呼吸 权集由海巡人员实施CPR 直至救护人员抵达 详细释发原因及情形 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但眼看下周就是母亲节 发生这样的意外 让当妈妈的内心实在焦急万分 谢谢夏家会 东河香报道